我們到桃園體育場了 大家看一下 桃園體育場 來 5月5號下午6點 5月5號下午6點 我如期復約了 那我要先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我不會下車 我不會下車 因為我不希望造成社會負擔 跟防疫的破口 而且連千億看野所有它不會到 那我下車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所以我就靜靜看了這些發生 那 我現在的心情其實我也沒有討厭任何人 也沒有恨任何人 那就是 就是 OK 等一下喔 我們到桃園體育場了 來 大家看一下 桃園體育場 來 5月5號下午6點 5月5號下午6點 我如期復約了 那我要先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 我不會下車 我不會下車 我不會下車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現在第一線警力 還有媒體記者朋友 全部都在現場 那我不想造成第一線 第一線警方他們的困擾 因為現在警政署 然後還有各個分局都很關心這件事情 那我也希望讓大家知道 他們在第一線 不管是警察也好 所有第一線的任何職位 軍警箱 因為勾很長 勾很長幫 OK 來 剛剛 剛剛有點狀況 好 我們現在一樣 桃園體育場 勾2 在5月5號下午6點 如期復約 桃園體育場 好 那我不會下車 我不會下車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只要我一下車 群眾就會聚集 如果我一下車就會造成防疫破口 如果一下車大家聚集過來 今天已經不是我個人安危的問題 而是第一個造成防疫破口 第二個會造成社會 可能會 會有一些 我也會擔心說你們會有安全的疑慮 以及造成第一線他們 警方他們的困擾 所以我不會下車 那我如期復約 我特地南下 來到現場 就是我希望兌現我的承諾 因為我畢竟說了 我一定會到 那我到了 那我希望不要有人說 欸為什麼勾二你不下車 其實我不下車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不希望造成社會負擔 跟防疫的破口 而且連千億看也所有 它不會到 那我下車就沒有任何意義了